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针在行李箱上面趴着一个小男孩 一针回头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 突然有一颗弹珠滚到了她的脚边 一针把弹珠捡起来 走了两步又把弹珠扔进了下水道里 但是弹珠自己弹上来了 接着一针来到了阿祖家 两人住在了一起 第二天上午阿祖去上班 一针一个人在家里 她翻开阿祖的笔记本准备写新歌 结果在阿祖的笔记本里看到了另一个女人的照片 一针意识到阿祖出轨了 她的出轨对象是邻居家的女子 好诗 这时一针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 她透过猫眼向外看去 原来是一个女子在敲邻居家的房门 一针打开门把女子放进来 她发现敲门的人正是好诗 但是好诗突然不见了 接着一针闯进好诗家 在浴室里看到了好诗的尸体 这时好诗的鬼魂又出现了 接着镜头一转 转入到好诗死前一晚的回忆中 原来好诗要飞去纽约 阿祖和他决定最后待一晚 在阿祖下楼买东西的时候 用手铐把好诗反手铐起来了 好诗去洗澡时 脚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弹珠 好诗被弹珠滑倒 跌进浴缸淹死了 接着镜头转回来 好诗的鬼魂在不断的冲着一针涂水 隔壁的阿祖听到动静 赶过来救一针 此时好诗要两人陪葬 阿祖拉起一针开始逃跑 好诗追了上来 阿祖为了救一针拿出枪自杀了 一针不忍阿祖一个人死去 抱着阿祖跳楼了 但是一针并没有死 因为浩然答应过阿祖不杀一针 一针醒来后来到好诗的家 订了隔天去纽约的机票 拿着行李箱出门了 在路上他看到之前 趴在他行李箱上的小孩 把弹珠还给了他 以针的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 显然他已经被附身了 第一个故事就此结束 第二个故事叫胸动 故事的开始是我们的女主小雪 每天都会做一个噩梦 梦里有一个男孩变成鬼 向小时候的他爬过来 小雪的未婚夫木聪 让他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给小雪催眠以后 小雪回忆起小时候 误入一个废屋 在里面发现一个小宠物 给他取名叫小黑 并装进一个盒子里 带回家了 妈妈看到后 让小雪把盒子扔掉 小雪把盒子带回废屋 并每天去喂养小黑 随后小雪还看到 自己的前男友前景 前景也变成了鬼的样子 第二天医生告诉木聪 小雪可能有人格分裂症 第三天小雪把医生带到废屋中 在医生的提醒下 小雪想起小时候 有个叫山下的男孩 欺负他 有一次山下和小雪 来到废屋后 山下没有看见小黑 就把盒子扔掉 这时废屋里突然出现一滩水 小黑从水里冒出来 杀死了山下 并把山下拖进水里 随后山下在旁边的河面浮上来 而小雪的妈妈和前景 也离奇淹死 此时镜头一转 小黑突然出现 把心理医生杀了 这时木聪来了 小雪想阻止小黑杀了木聪 但显然无能为力 第二个故事到此结束 第三个故事叫王继 故事的开始 我们的女主平看到一个男人 倒在血泊之中 随后一个医生告诉他 他失去了部分记忆 突然间平醒了 刚刚只是他在梦里的一些回忆 这时女主发现 自己五岁的儿子不见了 正在他报警的时候 儿子又出现了 在儿子睡着以后 平发现屋子里突然溢满了水 平来到客厅 发现沙发旁蹲着一个女鬼 女鬼的身上都是水 平十分害怕 这时他和儿子的照片 从桌子上摔了下来 女鬼突然不见了 一切恢复了平静 只有他和儿子的照片摔碎了 第二天他带着儿子去找朋友阿沛 他问了一个保安 认不认识阿沛 保安表示他不仅认识阿沛 而且知道平和阿沛是好朋友 不过自从平和阿沛吵架以后 平就没有来过了 而且阿沛昨天在泳池游泳的时候 突然淹死了 平表示很震惊 因为他已经什么事都不记得了 他要求进阿沛家看看 在阿沛家他回忆起以前和阿沛在一起的时光 以及丈夫和阿沛背叛他的事 之后平到家后吃完饭开始洗碗 想起来阿沛送他的生日礼物 于是他跑去储物间寻找 在储物间的一个箱子里 他发现自己的全家福 接着回忆起自己带着儿子去阿沛家找丈夫 和丈夫吵完架后 他带着儿子开车离开 结果在路上遇到了车祸 儿子被撞死了 平来到客厅看到儿子在看电视 儿子说自己口渴 平去帮儿子倒水 一回头发现儿子不见了 平很害怕打开大门准备逃走 这时儿子出现了 大声质问他是不是要离开自己 平开始四处逃跑 但是无论逃到哪里 儿子都穿着血衣站在他面前 儿子要带走平 永远和平在一起 这时平的丈夫出现了 丈夫求儿子不要带走平 但是儿子没有理他 然后丈夫撞到头倒在血泊中 平开车逃走了 但是儿子突然出现在车顶 平赶紧下车 但是被路过的车撞死 最后丈夫一个人推着空轮椅 在医院走着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